第七百四十一章 一棍灭神 地哲对于吃别说的话 却仿若没听到一般 面色变得有些惨白起来 吃别口中发出一声怒吓 身上魔气滚滚涌动 想要从七宝妙树的束缚之中 挣脱出来 就在此时 燕罗手中法觉一停 嘴唇微微息动几下 下一刻 七宝妙树之上 七彩流光疯狂涌动 缠绕在那两人身上的树叉再度延长 两道尖端高高扬起 接着猛地一闪 朝两人头顶上的信门处扎了下去 啊得一声惨呼 地哲两人同时张头惨叫 二人天灵盖上 一栏一青两道光芒悠然浮起 沿着那两根树叉 汇入七宝妙树之中 这两根树叉上顿时划光流转 亮起两道光芒 从中散发出晶莹的蓝色和青色光芒 这两道光芒亮起之后 七宝妙树上的七根压叉 全树被点亮 七彩光芒顿时大作 从中传出一阵阵奇异的气息 石木站在一旁 受到这股气息轻染 眼神有些迷离起来 心中顿时涌现出一阵阵诡异的感觉 有贪婪 有暴力 有色欲 伴随着这些气息同时涌现的 是难以名状的冲动 让石木都不由有些心惊摇曳 这是天地间的七道魔念 护住心神 别受其影响 燕罗的声音在石木耳畔响起 犹如一抹春风一般 一下子抚平了石木心中所有波澜 石木心中一动 一眼调整自己的呼吸 通过神识护住心神 将那股诡异力量的影响逐渐平息下去 另一边 明罗眼神略意迷离后 便立刻恢复过来 如今七宝魔缘已赴 我必须立即参悟 你们二人为我护法 燕罗对石木两人说道 好 石木闻言 郑重地点了点头 姐姐放心 明罗肃然道 燕罗点了点头 冲石木一挥手 一道乌光便从其手中飞出 没入石木手中 随后他身形浮空而起 飞向了半空中的七宝妙树 七宝妙树的七根彩色树叉 如有灵性一般 纷纷延伸而出 朝着燕罗周身缠绕而去 原本被树叉束缚着的 吃别两人 则是面色苍白 身子一软地 从半空中坠落了下来 气息已然从神阶跌落至 圣阶中后期的样子 石木与明罗二人 却无暇顾及这二人 神情有些紧张地望向半空中 此刻 七道彩色树叉如蚕之茧一般 眨眼间将燕罗包裹了进去 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彩色巨蛋 只听翁的一声轻响 七宝妙树之上 彩色光芒再度一亮 一道球形光幕浮现出 将整个树身和那枚七彩巨蛋 全都包裹了进去 石木朝巨蛋望去 看到七色光芒接连亮起 轮转不息 但可表面上 还不时有一个个人脸虚影不断亮起 那些人脸虚影共有七道 高低胖矮各不相同 露出各种神态表情 其每亮起一次 七宝妙树上传出的气息 就越强上一分 这让石木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 似乎那些虚影 正在将一道道力量 汇集给七宝妙树 如此大的动静 恐怕不出片刻 古蛮族的人就会发现 我去岛上遇敌 尽量让战场远离阴罗 你在这里为他护法 石木收回目光 对身侧不远处的明罗说道 石木哥哥 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明罗看了看半空中的七彩巨蛋 又看了看石木 有些担忧地说道 你守好这里 那边就交给我了 我不会让阴罗有事的 石木洒然一笑道 他话音刚落 魔脚岛海岸边 便突然有一道奇异波动传出 石木转头望去 就见赤别与帝者两人 趁着明罗注意力被吸引之时 以悄然朝魔脚岛方向快速飞去 找死 明罗怒斥一声 就要冲上去 守住这里 那两人交流吧 石木伸手拦住了他道 赤拉一声响 石木背后黑白光芒一亮 两道火翼骤然一展 朝着魔脚岛急飞了过去 此刻的帝者与赤别二人 已然抵达距离魔脚岛海岸不远处 眼见石木急驰而来 二人身形一顿地停了下来 区区一个天位舞者 也想阻止你我 简直不知死活 帝者不怒反笑道 管他呢 我正一肚子火没出发呢 先让我灭了他 诗别话刚说完 身子一动之下 就已经冲上半空 小心提防明罗 我刚刚已传讯回去 等批夫他们来了就好了 帝者目光扫了一眼 远处七彩巨蛋下的明罗 叮嘱道 诗别仿若未闻般 两手一挥 两道黑色刚照浮现在其手臂之上 上面闪现着一层模糊的暗红色光芒 石木双眼微眯 背后黑白双翼光芒骤然一亮 速度再度暴涨一截 帝者见石木面上全无畏惧之色 飞冲之势飞淡不减 反而更加提升一倍 心里阴阴有些不安 正想出言提醒诗别 就见石木身上骤然金光一亮 一副金色铠甲浮现在了身上 同时周身长出金色鳞片 气息突然提升数倍不止 这是 真龙锁金甲 这小子 跟当年那个白猿 是什么关系 帝者惊讶叫道 诗别自然看到了石木身上的金甲 甚至也感受到了石木身上气息的变化 但他此刻却完全不想避开锋芒 只想将胸腔内预计的怒火 尽数发现 但见其双臂交叠身前 周身之上 道道黑色魔器汹涌而出 在两道钢罩上 会集成一道黑色漩涡 那道漩涡不断旋转凝集 变得越来越凝实 越来越深邃 只见漩涡深处 突然亮起一道赤红光芒 如同一朵妖艳的血色红花 朝四周张开 将整个漩涡全都染成了血色 小子 受死吧 吃别口中发出一声怒吓 周身摩文狂闪 交叠的双臂骤然打开 向前猛地挥去 那团血色漩涡暴射而出 在半空中骤然长大 化作一只高于百丈的血色骷髅头 带着一股森然气息 张开血盆大口 就想将石木吞入 双目金光一凝 就见血色骷髅头张开的血盆大口中 正有一道血色漩涡 正在飞速旋转 并从中传出一股诡异的无形犀利 周围虚空 都被其撕扯出一道道黑色烈系 他双翼疯狂煽动 却无法拖出这股力量 整个人犹如一片风中的树叶一般 飞快朝血色骷髅靠近 直至被吞没了进去 看到这一幕 远在海面之上的明罗 面色顿时一紧 有些犹豫地看了看半空 有些犹豫起来 还当这小子有什么能耐呢 没想到就这么死了 地折见状也是一愣 轻笑道 然而其话音刚落 血色骷髅中突然亮起了一点耀眼金光 接着金光迅速变大 金光中央 石木的身影就从中显现出来 此刻的他 一手紧握着如意冰铁棍 另一手则抓着金色棍翘 刷的一声将冰铁棍拔了出来 只见万道金光在这一瞬间 骤然迸射而出 将天空中的阴云都映照成了金光异议 一股浩大无匹的庞然气息 顿时以石木为中心 朝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另地折和吃别 甚至不远处的明罗 都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砰的一声响 血色骷髅轰然炸开 石木的身影急射而出 手中如意冰铁棍棍上金芒吞吐 棍身末的暴涨百倍 如同一道晴天巨竹一般 朝着吃别砸了下来 吃别身子笼罩在这万道金芒之中 竟在这一刻 心头生起一股久违的无力之感 不过其身为神境存在 自然绝非异于之辈 口里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 两道钢爪之上 红光暴涨 猛的一挥 从中射出两道粗壮的血色光柱 朝着冰铁棍上迎去 轰隆隆 一连串暴鸣之声响起 两道血色光柱 在金光压下时不断崩裂 顷刻间碎成了无数捷 接着如意冰铁棍轻压之势不减 直接轰击在吃别身上 将其轰成了鸡粉 连同魔魂也一起碎裂开来 如意冰铁棍 虽然品阶不高 但经过天极棍翘 这件灵宝这么多年的运养 其所蕴含的威能 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自然也远超一般的极品法宝 若是吃别 如今还是神境初期修为 自然可以不拒 但如今 其被燕罗刚刚强行 抽取了魔源之力 修为大将 加上对于石木 这个天位武者的轻敌 结果这一击之下 自然无法抵御了 半空之中 金色光芒一眼 石木的身影 重现显露而出 手中握着涂魔令 探手一挥 吃别碎裂开来的魔魂 尽数飞入了涂魔令之中 怎么 怎么可能 德哲此刻早已出现在 海岸上空 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南南自语道 不远处 明罗一双眼睛睁的老大 小脸上的表情 逐渐由惊讶转为了欣喜 南南说道 我就说嘛 能成为宝花姐姐的恩人 让她这般信任的人 怎么可能是一般人 原本她只是将石木 视为恩人 才对其恭敬有加 直到这一刻 她才对于石木所 表现出的有勇有谋 从心底佩服起来 就在这时 一变再起 距石木不远处的 魔角岛中央上空 骤然亮起百鱼道光芒 接着纷纷飞至海岸边 在地折身前停下 顿光脸去 却是数十名高于十丈的 古蛮族巨汉 在这些人身后 还跟着数十名黑魔族人 气势汹汹地飞了过来 石木见此 瞳孔缩了缩 面上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但却没有露出丝毫切色 悄然将手中 如一冰铁棍 放回天机棍桥之中 第七百四十二章 休想 皮肤他们怎么没来 地折见古蛮族的神境存在 都没有道场 面色一沉地问道 皮肤大人 他们正在处理要事 无暇抽身 为首的一名面上 闻着授闻的古蛮族大汉 看了地折一眼 面色漠然地打道 真是糊涂 我们面对的 可是宝花圣族 当年的昆仑至尊 地折吼道 什么圣族 我怎么没看到 枉你身为神境魔尊 怎么被对方一个小姑娘 打得境界都跌落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古蛮族勇士 你们黑魔一族要是害怕 躲在一边看着就是 古蛮族大汉 垂目瞥了地折一眼 不屑地说道 霍巴头领既然这么说 那就看你们古蛮族的了 地折听罢 面色彻底阴沉下来说道 一会我会设法拖住 那个小姑娘 你们从旁辅佐 霍巴没有理会地折 对身后之人说道 是 其身后七八十名古蛮族大汉文言 其身飞起 悬于半空 踢表图腾纷纷亮起 身后一头头 争宁凶狠的猛兽虚影接连出现 一闪之下 便没入了其体内 气息节节攀升 这些人中 除了二十余名圣洁存在外 其余巨士天位后期 乃至巅峰存在 赫然都是古蛮族在此的精英 霍巴身上青光闪耀 一层青色皮甲浮馅出 原本方正的头颅 向前拉长了几分 鼻尖处冒出一节尖锐的白色骨角 散发的气息 更是达到了圣洁后期 帝哲大人 你没事吧 对了 赤别大人呢 一名黑魔族圣洁 存在飞身上前 低声问道 赤别被偷袭所杀 我也受了些伤 帝哲说道 什么 赤别大人被杀了 莫非是宝花圣祖大人出手 这 我们真的不去帮忙吗 那黑魔族惊道 就让这群蛮人 先去磨上一阵 我们见机行事 帝哲迷眼看向半空中的古蛮族人 又朝远处瞥了眼 不置可否地说道 就在霍巴等古蛮族 完成图腾变身 正欲朝不远处的明罗所在冲去之时 一个声音默然响起 诸位古蛮族道友 这般着急 是要去哪里 此言一出 霍巴等人纷纷寻声望去 看到不远处的半空中 石木正双手倒背的悬空而立 石木在这些古蛮族出现前 便已收敛了气息 加上帝哲 有意没有说出奇异机灭杀识别之事 故而自始至终 这些古蛮族 都没有正眼看上他一眼 毕竟在这些圣街古蛮族眼中 一个仅有天位巅峰的人族 实在有些不够看 小子 你一个人 就想要阻我古蛮勇士 霍巴目光一宁 望着面前这个小不点 面露一丝古怪之色地说道 霍巴大人 和这小子何必废话 杀了便是 其身后 一名古蛮族聚汉道 呵呵 谁说 我是一个人了 石木笑着回道 其话音刚落 被于身后的手腕往上一扬 一块形如黑砖的黑色方块 脱手而出 在半空中低溜溜旋转起来 正是坠仙台 此刻的坠仙台表面 灵光闪耀 黑气缭绕 亮起一道道金色暗纹 只见一团黑色雾气 从坠仙台上旋转而出 飞速扩大 静止变成一道方圆石杖的 巨大漩涡 漩涡刚一成形 一道死记气息便从中传递而出 紧接着一具通体黑亮如今的骷髅武士 从中跃了出来 紧随其后 一个身形高大的古蛮族大汉 也从漩涡之中走了出来 这 扎古 召唤朔 霍巴一见 那名古蛮族大汉 面色一惊 然而那名古蛮族大汉 却是丝毫没有反应 其空洞的双目之中 燃着两团金色浑火 全身散发出浓郁的死灵气息 已经变成了一尊古蛮魔石 有我在 谁也休想再进一步 时目目光一冷 一字一句道 你小子竟是个魂狮 死乃天庭境界 杀了他 霍巴看得自目欲裂 手中一杆十丈余长的黑色狼牙棒 猛地一挥 口中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道 其身后数十名古蛮族强者 纷纷挥舞着兵刃 朝着石墓眼杀过来 气势如虹 与此同时 黑色漩涡中光芒平闪 却又有百余名人形 或妖族的天卫僵尸 从中飞驰而出 其中部分人身上 还穿着有些破烂不堪的紫色道袍 紧随其后 一头头白骨猛马 俯师巨兽 纷纷从漩涡之中蜂拥而出 其中赫然有不少 散发出接近圣街的庞然气息 霍巴目光一鸣 手中黑色狼牙棒 在半空中一阵轮转 一团十余丈长的乌光 从狼牙棒上猛然挥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那道黑色漩涡中砸了过去 乌光视如破竹一般 将刚刚冲出漩涡的石余透 身形庞大的天尾骨兽 打的身躯直接碎裂开来 但趣事却是衰减不少 轰的一声巨响 黑色漩涡处猛然一阵 大片乌光炸裂开来 然而 那道漩涡除了一阵狂颤过后 竟并未受到什么实际影响 依旧不断旋转起来 紧接着 圆圆不断的白骨骷髅 继续从漩涡中不断涌出 密密麻麻间 很快就布满了整片虚空 数量成千上万 虽然这些死灵生物 修为最低的 甚至仅有先天 但看到 这只数量庞大的白骨大军 那些古蛮族强者 也都不由地暂时止住了脚步 不好 他这是要拖延时间 你们也一起上 递者此刻也坐不住了 低声对身后数十名黑魔族人吩咐道 是 这些黑魔族文言 纷纷纵身飞起 加入了古蛮族一方的队伍中 其中赫然也有十余名圣接存在 都是些杂碎 统统杀了 霍巴怒吼道 说吧 其当先冲了上去 手中狼牙棒 只是几个甩动 便将最近的数十头死灵生物 毫无反抗之力地碾成鸡粉 紧随其后 古蛮族强者和黑魔族人合在一处 口中纷纷发出爆合之声地冲了上来 与之相对 死灵大军这边 却并未主动发起进攻 若是助力于原地 不断朝着袭来之人发动攻击 喷喷喷 一阵阵激烈的撞击声和轰鸣声 此起彼伏地在这片虚空响起 深圳九天 百余名古蛮族和黑魔族 就如同冲入白色巨浪中的巨大舰船 竟直在白骨大军中冲出数道窝口 古蛮族体型庞大 力量惊人 在数道图腾 秘术加持之下 又兼具猛兽异能 举手投足间 声势浩大 黑魔族虽没有古蛮族这般体型庞大 但此刻纷纷施展魔功 化身三头六臂 亦或是双头四臂之身 在古蛮族的掩护下 手中魔宝狂武 魔气滚滚 杀伤力也是惊人之极 死灵大军之中 除了那个圣街的魔师扎骨 和那些天卫死灵 尚能与古蛮及黑魔族一方 缠斗一二外 其余地阶以下 甚至仅有先天实力的死灵生物 在对方的攻击下 就如挡车的躺臂 顷刻间便支离破碎开来 碎肉残骨四散鸡飞 时目此刻面色肃然 一时握着一枚极品灵石 不断汲取其中法力 另一手法诀不停 催动半空中的坠仙台 召唤死灵生物 看着眼前这一幕 其眼角微不可查地抽搐了一下 对方才一次冲击 自己这一方 就损失了不下两千死灵 而古蛮黑魔两族 却无一人陨落 甚至连受伤都几乎没有 虽然燕罗多年来 积攒下的死灵大军 数量庞大 足有数十万之巨 但其中低阶居多 与这些古蛮族相比 实力确着实弱的可以 充其量 到此情形下去 恐怕不出一刻钟时间 这些死灵大军 全都要葬送于此 而以自己如今天击棍峭积攒的威能 也仅能再斩杀数个圣接 还要是对方不逃的情况 一旦自己这一层防线一破 明罗再强 双拳难敌四手 恐怕也未必能护得燕罗周全 情势岌岌可危起来 但石木目光中却毫无退意 就在此时 明罗的声音在其耳边响起 石木哥哥 明罗来助你 他回头一看 却见明罗正小脸紧绷 站在一只足有十余丈长的黑色巨鳄 破空冲了过来 还未到近前 其身上光芒一亮 身子飘升而起 白乎乎的小手 朝虚空中猛地一抓 天空中的阴云 顿时疯狂涌动起来 接着一只魔物缭绕的巨大兽爪 从中探了出来 只见那道兽爪通体漆黑 上面凸起着密密麻麻的菱形菱甲 看起来十分猙獰可怖 只是向前一抓 便将一名离得最近的黑魔族 圣接初七 强者抓去 此人正被数百死灵生物团团围住 感受到骤然而至的庞然灵压 面色一惊 想要抽身 而逃却 已是不及 当激励断下 身上魔器汹涌不断 化作数十道黑色锋刃 迎着兽爪劈砍而去 接连数道金石香蕉之声响起 黑色兽爪之上 火花似箭 却全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兽爪默然落在黑魔族强者头上 其周围的数十头死灵生物 顿时被一股无形距离碾成积粉 接着受着表面 菱形甲片层层翻起 如同一柄柄细小的短刃 全都刺入此人体内 啊 那名黑魔族强者 口中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嘶吼之声 旋即戛然而止 下一刻 他的身体 便被那些刺入体内的黑色鳞片 完全肢解开来 变成了一滩碎肉 连圣胚元神都为己逃出 第743章 暗度陈仓 明罗以雷霆之势 斩杀一人后 没有丝毫停留 当即足下黑恶 便朝着另一边冲去 巨型兽爪 又朝着另一名古蛮族 圣洁强者抓了过去 不过片刻时间 便有六七名古蛮族 和黑魔族的圣洁强者 死于其手 不过沿途 也将不少低阶死灵生物 冲得粉碎 霍巴看到这一幕 眼中顿时冒出火光 对身旁几人低喝道 你们几个 跟我来 那几人应和一声 立即追随着霍巴飞了过去 与明罗站在了一处 霍巴虽与明罗修为差了不少 但在树道图腾树加持 和周围 庶民圣洁古蛮族的掩护下 竟能将明罗的攻击手段封锁 让此女一时之间 倒也无暇 再去攻击其他人了 拾目眉头微醋 目光在战场一扫 海岸稍远一侧 一名身上长着紫色鳞片 背后脊梁上白骨突出的古蛮族强者 手中两柄宽刃短腹 竖屁而下 被魔师扎骨 以一杆青色铜棍架住 两相僵持起来 扎骨尖头之上 突然光芒一闪 一具身材矮小的水晶骷髅 突然浮现 手中握着两柄白色骨刀 跳跃而起 静止将骨刀 插进了那名古蛮族的双眼之中 啊 那名古蛮族人口中 顿时发出一声凄厉嘶吼 手上凄厉一松 向后退去 魔师扎骨眼中浑火跳跃 看不到丝毫情感波动 手中青色铜棍骤然挥起 重重砸下 砰的一声闷响 那名古蛮族人的头颅 立即就像熟透的西瓜一般 碎裂了开来 午夜不知何时 也出现在战场之中 身影如鬼魅一般 在死灵军团各处闪动 其似乎颇有灵性 刻意避开了那些 其无法匹敌的圣阶存在 而寻觅并偷袭 那些防备不及的天位对手 除了这几处外 死灵大军各个方向上 几乎都是溃败之计 大批死灵被对方 珊瑚海啸般的杀戮 战线正在被不断往后推 拭目见此 单手一招 将坠仙台收了回来 如今坠仙台中 涌出的都是一些先天 甚至后天的死灵生物 根本连阻拦对方片刻都做不到 与其如此 还步如不着 他背后黑白双翼骤然一展 从高空中俯冲而下 将如意冰铁棍 从天极棍窍中拔出 高高请起 朝着离得最近的一名 圣接出气的黑魔族人打去 那人此刻化身三头六臂 正与十余头白骨巨兽厮 突然感到身后一股强大灵力波动袭来 两只手中 各是一柄魔器汹涌黑色长剑 交叉着朝身后劈去 砰一声重响 那名黑魔族强者 只感到一股无法匹敌的距离袭来 身形顿时倒飞了出去 其还未落下 一头白骨猛马 已经刺着两刀巨大的獠牙冲了过来 黑魔族强者 也来不及调整身形 一直握着黑色锯锤的手臂一撩 意图按乌光亮起 禁止将这头白骨猛马头颅劈的粉碎 就在此时 石木背后双翼猛扇 飞速追赶上来 手中冰铁棍 从天机棍窍中猛然抽出 带着万道璀璨金芒 朝着那名黑魔族强者轰击而下 啊 黑魔族强者再想回身 已经来不及了 顿时被石木棍上汹涌的金光淹没 打成了碎片 杀死这名黑魔族强者之后 石木脸上没有丝毫喜色 反而显得有几分不安 天机棍窍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天地灵气 如今恐怕仅够 再用上七八次的样子 可谓用一次少一次 然而对方却还有不下 三十名圣洁存在 若不是明罗拖住了霍巴等几人 此刻怕是早就支持不住了 不对 按个地折魔尊呢 石木突然想到了什么 眉头一皱 从刚才进攻开始 地折的踪影 似乎就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 下一刻 石木心头暗叫一声不好 骤然一个转身 立即朝身后七宝妙术所化的 七彩巨蛋方向飞去 就在此时 其身旁 一名天位后期的古蛮族 飞身冲了过来 石木眼见此景 单手一扬 身侧魔气汹涌间 身外化身赫然出现 其手中握着一柄黑色大斧 骤然掠出 一道黑色巨大的浮影席卷而出 朝着对方劈去 那古蛮族怒吼一声 手中巨型铜锤一挥 将周围的十余具骷髅机的粉碎 接着手中铜锤朝肩头一横 挡住了那道巨大浮影 此刻的石木则早已趁机 顿出数百丈 冲到了七宝妙树前方不远处 就在此时 他突然感到 身后传来一阵强大的灵力波动 他头也未回 手中如一冰铁棍 骤然向后挥去 砰的一声巨响 石木只觉得自己 砸在了一座山岳之上 身子在距离的反击之下 倒飞了出去 戴琪重新稳住身形 就看见不远处 得者手中握着两把短脊 目光死死盯着他 暗度陈仓 地者摩尊 你的计划恐怕要泡汤了 石木嘴角露出一丝细血之色 道 嘿嘿 没想到被你这小子发现了 之前倒是小看你了 得者黑黑一笑道 你身为摩尊 却被判了与你有恩的圣祖 助纣为虐 知自己的子民于不顾 我真是好奇 天庭究竟能点你什么 石木立声鹤问道 圣祖 他既然抛弃了我们 便不再是我们的圣祖 实话告诉你 待我夺得七宝妙树 感悟七道魔念 恋神话虚 身胚合一 我便是新的圣祖 即便是天庭 又能奈我何 哈哈 别想拖延时间了 今日便是你的死气 地者面露疯狂之色地说道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和吃别 到底谁更厉害一些 石木双木咪了起来 紧了锦手中的如意冰铁棍 哼 刚刚吃别轻敌了 中了你小子的诡计 我可没他这么傻 地者冷笑道 其话音刚落 手中短脊荧光流转 猛然向前一滑 两道风锐无匹的银色锋芒 便急射而出 在半空中一闪 消失不见了 石木心中一领 未及做出多余动作 胸口触变 遭到了一击重击 口中闷哼一声 面色惨白地倒飞了出去 只见其胸前一阵金光流转 索金甲上龙形纹路 闪动几番后 方才缓缓暗淡下去 在其右上腹处 一只青色小顶浮馅出 其胸口处顿时亮起一片清光 伤势迅速恢复 石木脸色也随之变回了正常之色 既有真龙所金甲 又练九转玄弓 看来你真的是那只白猿的传人无疑了 想来 若拿了你的人头去天庭 应该也能换取不少好处吧 地者双目一亮 大笑道 说着 其手向上倾起 两道短脊上 荧光暴涨 在几间处会成两团巨大的银色漩涡 其口中发出一声爆喝 双脊骤然向前一次 漩涡之中光芒涌动 两条杖许簇的银色巨蟒 从中猛然窜出 长着血盆大口 朝石木袭来 这两条银色巨蟒 虽是荧光会成 看起来却无比真实 就连其身上的菱形菱片 也都清晰可见 而其身上传递出来的恐怖威势 则更加令人心惊 石木手中 冰铁长棍左右轮转 漫天的金色棍影 开始在其周围浮现 无数金色光芒 开始朝其周身汇集 百兽震华 他爆喝一声 如一冰铁棍 骤然向前挥下 无数金色兽影 从金光之中浮现出 汇集成一股金色的猛兽红流 和那两条银色巨蟒 轰然冲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如同闷雷般的声音 频响不断 半空之中 金光不断炸裂 银色巨蟒冲破了金色红流 一下子撞击在了石木身上 石木口中 先血狂喷着倒飞了出去 直接砸入了海水中 不过片刻 海面之上突然抱起一团水花 石木提表轻光脸去 背后黑白火一煽动 再次冲了出来 手中如一冰铁棍 却是不见了踪迹 其身上金光闪烁 面色略微有些苍白 不过神情却有几分欣喜 看起来似乎并未受到多大的伤害 你若恢复了神经修为 刚才一击 我就必死无疑了 不过可惜的是 你怕是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石木哈哈一笑道 说吧 其背后火翼一股 身形急射而出 朝着地者飞速冲去 小子大言不惭 老夫即便跌落境界 收拾你 也是绰绰有余了 受死 地者大喝一声 只见其双臂一震 两道短脊向前抛出 双手在身前不断交叠 朝着脊身之上 接连打出数道玄妙法诀 两道短脊上光芒大作 竟然融合一处 合二为一了 与此同时 脊身之上鳞片翻起 上下弯曲 近似活过来一般 化作了一条银色长龙 银色长龙长啸一声 身形飞速暴涨 顿时变成了一条 长于百丈的凶恶巨龙 朝着石目蜿蜒飞驰而来 其所过之处 虚空纷纷破碎 半空之中裂纹遍布 一道道空间乱流 从中一出 果馋在其周身 朝着石目袭来 石目胸口金光狂闪 八手金蟒虚影浮现 图腾之力涌遍全身 其周身气息再度暴涨 虽无圣阶之时 却早已经超出圣阶之时 紧接着 他大步向前一跨 整个人凌空跃起 身形如弓 一般在半空中向后弯折 下一刻 冰铁棍猛然从背后的 天机棍窍中抽出 表面金光璀璨 较之前 几次亮了数倍不止 但这金光只是一闪即逝 冰铁棍被石目双臂一甩 大力挥至身前 带着重重叠叠的金色棍影 悍然砸落 轰隆一声巨响 金色棍影猛然砸在了 银色巨龙头顶 一时间 无数金光四散崩裂 一道道空间乱流肆意切割 一股带有毁天灭地气息的灵压 朝四面席卷而开 顿时将下方正在交战的白骨大军 都冲击得阵势不稳 第744章 全力一击 面对石目这足以毁天灭地的一击 银色巨龙通体银芒大放 昂着巨大的头颅 血盆大口一开 静硬生生将棍影抵在半空 哼 石目一声爆喝 双臂猛一用力 如一冰铁棍表面金光顷刻间暴涨数倍 轰的一声巨响 金色长棍死死地朝着巨龙的头顶下压了下去 那头银色巨龙终于不堪距离压迫 轰然炸裂开来 轰隆隆 一连串闷雷之声剧烈响起 无数巨龙碎片裹挟着空间乱流 朝着四面八方急射而出 只将海面轰击的水浪不断翻腾 将小岛上的岩石击打得四散蹦裂 本命法宝被毁 地者遭受反噬 面色一阵苍白 但接着 其口中怒吼一声 身上魔气滚滚涌出 身形顿时暴涨数倍 一副漆黑的猙獰铠甲浮现在其身上 两侧肩膀之上 皆长出如同荆棘般的黑色尖刺 没想到我 还是小瞧了你 不过同样的错误 我不会再犯第二次 受死吧 地者口中狠狠说道 双手举过头顶 在虚空中一握 高空中的阴云魔气 立即受到一股力量牵引 源源不断地涌了下来 在其手中化为了一柄黑色战斧 朝着石木当头披下 只见一道巨大浮影 从天空之上垂落 顿时一股开天辟地的恐怖气息 从中冲天而起 带起一阵呼啸风声 海域上空的天地元气疯狂滚动 被漆黑的空间裂隙 切割成无数混乱碎片 高空中原本密布的阴云 也被这股力量作用下 从中撕扯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一片赤白的阳光 从中透射下来 石木身形微然不动 手中如一冰铁棍不知何时 已再次插入天机棍桥之中 另一手握着棍子一端 双目金光流转不停 巨大黑色浮影 瞬息间破空而至 眼看就要将石木的身躯撕碎 天地无解 石木身形呼的一指 口中爆喝一声 如一冰铁棍再度出窍 万丈金芒在犹如洪水一般宣泄而出 将半空中的阴云 都映照得金光异矣 此刻的石木手中如一冰铁棍 光芒刺目耀眼 犹如一轮金色骄阳般 让人无法直视分毫 轰隆隆 一声巨大的雷鸣之声响起 云层中的那道裂隙 骤然扩大数倍 一道树杖粗细的金色雷电光柱 从云层中的空洞处 猛然轰击而下 净直砸在了那道巨大的浮影之上 黑色浮影略微一颤 便从中断裂开来 金色电光如同狂龙一般清晰而下 净直将地折吞没了进去 不 怎么可能 地折面露不可置信之色 身处灿烂金光之中 黑色铠甲寸寸撕裂 最后一刻 齐天灵盖光芒一闪 一道银色包裹的两寸大小人影 从其头颅中飞 也试地逃出 却没能抵受住金光的轰击 只顿出些许距离 便碎裂开来 化为点点金芒 拾目见状 手腕立即一个翻转 一面黑色令牌便浮现出 那些金芒 便会成一道洪流 涌入令牌之中 它与地折交战时间并不长 但引起的动静颇大 引得正与死灵大军交战的 纳百鱼明古蛮族和黑魔族人 有些诧异地望了过来 再看到获胜一方 竟是石木之时 顿时纷纷神色各异起来 石木刚刚收起令牌 身形不由一个猎且 差点朝着 海面上跌落了下去 刚才一番激战 使它不惜动用杀招 一口气将天机棍窍中 所剩的所有天地元气 一丝不剩的禁术释放出来 其体内真气也近乎见底 它翻手取出树莓丹药 一股脑送入口中 丹药入腹 灵力真气在丹田运化开来 它的脸色才好看了几分 它一边催化要力 同时目光一转地望向另一边 脸色却再次阴沉下来 在其对付地折的片刻时间里 战场上的形势已是急转直下 数万死灵大军已然死伤过半 前方阵线正在被古蛮黑魔两族 一点点压迫了过来 海岸上空 明罗被以霍巴为首的庶民 圣洁强者团团为助 依旧无法脱身 面上闪过一丝怒意 但见其兽爪方向猛地一转 朝着围困他的四人抓了下来 霍巴见状 手中狼牙棒呼的一收 另一只手猛地挥出 掌心之中 突然多出一面圆形铜牌 铜牌之上 雕刻着一只凶恶的猛兽头颅 正呲牙怒视着天空 霍巴口中轻盈几声灰色咒语 那面铜牌突然一亮 一道赤红色的光芒 猛然从中射出 在半空之中不断长大 竟变作一头巨大猛兽虚影 与那巨型兽爪碰撞在了一起 轰隆一声巨响 魔脚岛上方的虚空都为之一阵 一道巨大的冲击气浪 从半空中荡敌开来 席卷四周 明罗的兽爪下冲之士顿时一致 停在了半空 而那头赤红猛兽 则轰然溃散 便做了无数碎片 咔的一声轻响 霍巴手中的铜牌碎裂了开来 其却丝毫不在意 口中大喝道 就是现在 动手 明罗闻言 顿觉心声警醒 正想向后退去时 就发现周围虚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四到十余丈高的紫色光柱 其上异兽盘踞 符文凸起 显得十分古朴怪异 四方风神阵 枪狼之声连绵响起 四根粗壮的紫色锁链 从光柱中突然伸出 静直缠绕成一道球形牢笼 将明罗困在了当中 紧接着 四根光柱之上的符文顿时亮起 球形牢笼上也是紫光摇曳 明罗只觉得 周身真气凌厉 顿时被死死封锁住 虽然其作为神境存在 安危无余 但一时半会 也根本无法挣脱出来的样子 另一边 魔师扎古 被三名古蛮族人围攻 巨大的身躯 被劈砍出十余道身可见古的 猙獰伤口 眼中的金色魂火 飘摇不定 显得十分暗淡 之前站在其肩膀上 辅助他进攻的比铃 也被古蛮族强者的猛烈攻击 压制得无法脱身 同时陷入了危局 一名古蛮族强者身形一措 来到扎古身后 猛地向下一蹲 双臂上突出的两排白色骨刺 如同两道白色锯齿一般 朝着扎古的小腿处 劈砍而去 只听咔咔两声脆响 魔师扎古的两条腿 同时断裂开来 巨大的身躯 立即向前倒伏下去 而另一名古蛮族强者 立即大步向前一跨 手中宽刃巨斧 猛然挥响 只听咔嚓一声响 其就将扎古的头颅砍了下来 扎古的头颅骨碌碌地滚出三尺远 眼中的魂火 逐渐熄灭了下去 其尸身之上 一道金银光芒闪过 却是笔铃趁机逃出 朝着石木这边退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七宝庙树上 接出的巨型彩蛋上光芒频闪 原本接连浮现其上的 七道人形虚影 最后闪现一次之后 完全没入了彩蛋之中 彩蛋之中 立即传出了一股 浩渺古朴的气息 并逐渐变得愈发强大起来 石木目光回望一眼 心中一动 直到燕罗如今已然 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他咬了咬牙 再次翻手取出坠仙台 紧紧握在手中 口中却默念起了 晦涩难明的咒语 仅存的两三万死灵生物 顿时一阵骚动 如同潮水一般退了回去 在七宝庙树前重新集结 形成了一道后实的防线 给我杀 困住明罗之后 霍巴目光一扫石木所在方向 口中怒喝一声道 化身苍莽凶兽的古蛮族巨人 就如同一辆辆钢铁战车一般 冲入了死灵大军的防线中 或赤手空拳 或手持兵刃 将成百上千的白骨骷髅打成粉碎 黑魔族强者也都纷纷紧随其后 朝着死灵大军冲杀进来 那道防线顿时变得岌岌可危 石木目光扫过 眉头顿时紧促起来 就在此时 魔角岛的上空又有数十道光芒亮起 竟是原本分散岛屿各处的 百余名天卫古蛮族人和黑魔族人前来驰援 这样一来 情形变得雪上加霜了 身陷灵无的明罗 显然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 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但苦于周围的球形牢笼 肆以兼顾著称 以其修为 想要脱出也要花费不少时间 石木眼中露出一丝绝燃之色 冰铁棍上光芒大量 棍头一抬 便朝着古蛮族强者冲了过去 如意冰铁棍上泛起一阵白色质阳火焰 金白光芒相映 散发出的威势立刻增强了许多 石木大鹤一声 手臂挥舞 如意冰铁棍 当即幻化出道道棒影 通天十八棍接连驶出 当即便有数名天卫镜的古蛮族 被直接击飞 而后被质阳火焰包裹 熊熊燃烧 几个呼吸间化为了灰烬 贼子 受死 就在此刻 一声洞彻心飞的大鹤 从古蛮族中传出 石木身躯一阵 这声大鹤 似乎直接渗透进了他的心底 使得他体内真气运转猛的一顿 心中顿时一惊 人影一花 一个金发骨蛮族 迅疾无比的巨人 从人群之中飞射而出 手持两杆金色战枪 点向石木咽喉 石木大喝一声 如意冰铁棍 挥出一道金色扇形轨迹 挡住了金色战枪 坑的一声巨响 石木身躯巨震 被震飞了出去 一股尖锐力量 从如意冰铁棍中 传递到了他的身体 喷出一口鲜血 若飞身上的这件锁金甲 恐怕此番非得重伤不可 金发骨蛮族身体 也是微微一晃 立刻便站稳了身体 双方修为高下 一目了然 石木心中大害 对方赫然又是一名 圣监后期强者 心中不由苦笑一声 自己如今遍体鳞伤 体内真气未复 灵宝天机棍窍中 积蓄的天地灵气 也是消耗殆尽 根本不是对方对手 他目光飞快一扫周围 如今死灵大军数量 正以飞快速度骤减 自己即便逃到后面 只会加速防线地溃灭 第745章 主师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金发大汗大喝一声 合身扑了上来 手中两杆战枪光芒大放 化为两道金光闪闪的长龙 朝着石木扑了过来 石木大喝一声 如一冰铁棍 幻化出一圈圈傍影 和两条金色长龙 狠狠碰撞了一击 扑 石木口中鲜血狂喷 身体只冤斑飞了出去 死 金发大汗大喝一声 一挥手中短枪 两道金光朝着石木斩去 眼看便要斩在石木身上 就在此刻 一道百丈长的漆黑剑光 骤然从远处飞射而来 仿佛划破夜空的闪电 狠狠击中了金发大汗的身体 金发大汗身躯大震 身体被一下击飞 口中鲜血狂喷 漆黑剑光一闪 左右横扫而出 大片如山剑芒蜂拥而出 在其周围 数名不及躲避的古蛮族和黑魔族 被黑色剑光吞噬 身体直接碎裂开来 被绞成了积粉 其中甚至还有两名圣阶 变故骤声 石木脸色大喜 身形一晃 出现在了燕罗的七彩巨蛋之前 然后才定睛朝着黑色剑光方向望去 黑影一闪 一个高大身影凭空出现 散发出一股 闭逆苍生的傲然气息 正是势无牙 它手持一柄古朴漆黑长剑 上面金银剑芒吞吐 散发出撕裂一切的锐利气息 金发大汉刚刚千军一发之际 用手掌短枪挡住了大半剑气 虽然伤重吐血 不过并未伤及性命 他身体一挺便稳住 朝着来人望去 脸色大变 世无牙 你怎么来得如此之快 石木脸上也露出惊讶之色 不过却是又惊又喜 石小子 多谢了 世无牙看了石木一眼 微微点了点头 他话音刚落 远处一片漆黑云朵 迅疾无比地飞驰而来 眨眼间到了近处 黑云消散开来露出了一大片身影 当先两个身影 赫然正是云旅和专武 二人身后是百余名黑魔族 又约末三分之一是圣阶存在 剩下的也都是天位后妻 巅峰的黑魔族 就是罗也在其中 这些人石木一息认的一些是修罗 黑眼三大不足的最精锐力量 眼见此景 石木心中一松 但那名金发大汉 神情巨变 隐隐现出一丝畏惧逃跑之色 另一边 霍巴看到世无牙等人 脸色也是瞬间难看无比 在三明神镜存在面前 他自诩的勇猛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明罗脸上大喜 当即静下心来 身上漆黑光芒大放 无数漆黑雷球从里面涌出 随即猛然爆裂开来 将身上的紫色锁链 正开一道缝隙 其身体一晃 正拖出了紫色锁链 身形几个晃动 便飞落到了石木身旁 挡在了七彩巨蛋面前 霍巴等圣阶古蛮族 也没有追赶 劲数飞身落在了一旁 聚集到了一起 其实你和宝花大人 进入黑魔星域后不久 我便和云履带领族人 跟来了过来 刚刚遇到专武和九世罗 才知道 你们来了这里 世无牙说道 原来如此 石木暗呼侥幸 世无牙抬手 看向燕罗化身的七彩巨蛋 感受到了燕罗气息飞快长大 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他随即目光一转 看向金发大汉 眼中仇恨怒火大盛 天庭的走狗 那命来 世无牙大喝一声 手中黑色长剑 斩出一道数十丈的漆黑剑芒 朝着金发大汉斩去 金发大汉脸色大变 身形一边后退 一边催动手中短枪 化作两条金龙 仓促抵挡起来 反击开始 云履眼睛朝着周围一扫 瞬间大致猜到了 此地发生了何事 大手一挥 身体飞射而出 其身后 修罗 黑眼两族之人 见魔尊出手 也立刻飞扑而出 朝着霍巴等人杀去 也罢 也罢 专武有些不情不愿地嘟囔一声 单手一抬 掌心红光大放 凝聚成一个红色巨掌 朝着古蛮族拍了过去 世无牙 这一方有三大神经大能的加入 且圣接天位之人 也不少于霍巴一方 战士呈现一面倒的趋势 很快便将对方全面压制 石木与明罗都没有出手 守护在燕罗旁边 他双手各握一枚极品灵石 同时催动木画之力 飞快疗伤 就在此刻 不远处魔脚岛整座岛屿 微微震战了一下 一阵魔气波动 从岛屿深处传递了出来 虽然不是很强烈 但是隐隐带有一丝特殊的感觉 这股气息虽然不强烈 但是石木和明罗都感应到了 两人朝着魔脚岛望去 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明罗问道 石木眉头一皱 威夷沉吟 道 古蛮族的主力部队 既然在这里 那些古蛮族神境肯定也在 我们在外面打得天翻地覆 他们仍然没有出现 恐怕是在岛上 做什么重要事情 明罗 你对暴风魔脚了解多少 我对这里所知不多 只知道 这里是黑魔星域一处 上古遗留下来的境地 明罗如此说道 明罗 你守在这里 石木文言点了点头 目光一瞥 目中金光一闪 下一刻 他将手中两块灰白灵石一抛 背后水火双翼一盏 身形飞射而出 瞬间出现在距离不远处的 一名圣街初期的古蛮族身前 其手中如意冰铁棍金光大圣 其中夹杂着黑白两色光芒 一棍猛扫而出 这古蛮族本在和一名 修罗族黑魔族圣街激战 脸色顿时大变 匆忙之中 张开喷出一柄青色小剑 试图抵挡如意冰铁棍 轰隆 如意冰铁棍战放出无尽金光 一击将青色小剑击碎 于是不衰 脸下爆裂开来 仿佛一个烂西瓜一般碎裂 一团青光包裹着一名寸许大小的小人 从里面飞出 朝着远处逃去 石目冷哼一声 背后水火双翼一闪 下一刻出现在青光之前 一把将其抓住 倒倒黑光从他手中飞出 缠绕在了青色神魂之上 搜魂 几个呼吸之后 青色神魂青光骤然一亮 一声隐约的惨叫从里面传出 然后爆裂开来 石目眉梢一条 脸上现出一些异样之色 背后水火双翼一动 飞回了燕罗化身的七彩巨蛋旁边 怎么样 有收获吗 明罗立刻问道 古蛮族的两大神境果然在这里 不过他们似乎在魔脚岛上 发现了一处秘境 这些年 他们一直试图取得里面的什么宝物 石目说道 秘境 宝物 明罗眼睛一亮 他话音未落 魔脚岛再次剧烈颤动起来 一道粗大黑色光柱 从岛中央处腾起 直冲云霄 巨大的魔气波动 从黑色光柱中传出 附近的海面掀起滔天怒浪 天空之中无数黑云翻滚 风云变幻 以黑色光柱为中心 出现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 如此巨变 正在厮杀的士无牙等人 脸色也大变 纷纷停下了手 这片刻厮杀 古蛮族一方几乎被斩杀过半 只有金发大汉 霍巴等少数实力强大之人 还在挣扎 不过一个个也都身受重伤 而原本那些黑魔族圣阶和天位 则在士无牙等人出现后 早已放弃了抵抗 乖乖地待在了一旁 石木看着黑色光柱 眉头一皱 在浓郁的魔气波动中 他似乎感觉到一丝尸煞气息 就在此刻 一道人形黑光 从黑色光柱中飞射而出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尸煞之气 透过黑光 能看到里面是一具通体漆黑的身影 似是一具尸骸 无数黑色符纹在黑气中翻滚 隐隐形成一个数尺大小的黑色结界 那时 士无牙等人一看到黑色尸骸 身躯大阵露出狂喜之色 纷纷飞扑而出 身上光芒大放 朝着黑色尸骸抓去 连已经身受重伤的金发大汉 也不顾伤势 发出一道金光 朝着漆黑尸骸卷去 明罗脸色也是大喜 身形一晃 也飞扑了出去 小手上爆发出一只漆黑大手 也朝着尸骸抓去 就在此刻 两个高大身影 从魔脚岛中央 黑色光柱腾起处 飞射而出 二人一个赤眉大汉 一个白肤女子 正是古蛮族的皮肤 九凤两大神将 贼子 而敢 二人看到士无牙等人的举动 顿时大目 皮肤神将大吼一声 身上骤然浮现出 大片灿烂金光 一个牛型巨兽 虚影在他身后一闪而逝 他手中浮现出 一个金色圆头战锤 散发出滔天威压 流星一般飞射而出 轰隆一声巨响 金色战锤和士无牙 云履 专五三人撞在了一起 一团骄阳般光芒涌现而出 刺目耀眼之极 让人无法直视 并迅速扩大 将几人身形掩盖其中 光芒迅速敛去 金色战锤盗飞而回 是无牙三人也被震退 砰的一声闷响传来 明罗发出的黑光 被九凤用一柄青色铁齿状的法宝栏下 明罗身体一晃 被震退了两步 九凤却是窥然不动 六名神经大能围成了一圈 目光都聚集在中间那具黑色尸骸之上 六人周围方圆数十帐内 都被他们用神经气息笼罩 几乎形成一个结界一般 黑色尸骸被围在中间 仿佛一只眉头苍蝇 四处乱窜 但是丝毫挣脱不出 第746章 魔祖一骸 六名神经 存在妄想中间的黑色尸骸 眼中进阶露出火热的目光 似乎在看一件西式珍宝一般 七彩巨蛋旁 时目看着那具黑色尸骸 目光微微闪动 这具黑色尸骸 散发出一股异样气息 这尸骸丝毫不逊于周围六个神经一般 这具尸体到底是什么来头 连神经强者都要争得头破血流 时目不禁胡乱猜测起来 在其身旁 身外化身目的转手 朝着那具黑色尸骸望去 眼中满是贪婪的光芒 时目见此 脸上一正 通过心神联系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身外化身身上传出的一股渴望之情 似乎对那黑色尸骸极为向往 省省吧 那东西 可不是我们所能奢望的 时目叹了口气 似乎是在告诫自己 就在此刻 一道道身影从岛中央处陆续飞出 赫然都是圣街骨蛮族 数量在二十余人的样子 应该是随着皮肤和九凤二人 一同潜入秘境之人 看到这些人出现 时目眉头一皱 连忙又翻手取出一枚丹药服下 手中也飞快换了一块零食 极力恢复的同时 另一只手将如一冰铁棍横于身前 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七彩巨蛋之中 燕罗的气息越来越强烈 巨蛋附近开始出现一片片七彩云霞 奇宝妙朔 地者 识别他们在何处 皮肤神将目光朝石目方向一扫 看到七彩巨蛋中的一颗巨树虚影 何问道 皮肤大人 他们都 或扒飞到皮肤神将身后 飞快将外面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其实他也识在地者被石目击杀之后 才从其他人这里得知 识别镜也是被同一人所杀 皮肤神将 九凤神将二人闻言 脸色一变 望向七彩巨蛋下方的石目 皮肤神将眼中 先是露出一丝不可思议之色 接着便恢复如常 目光从识乌雅等四人身上一扫而过 冷笑道 哼 两个靠仓物他人所受天道化神的废物 果然不中用 死就死了吧 你们也一样 你找死 识乌雅嘀吼一声 手中黑色长剑光芒大放 化为一道纤细狭长的漆黑剑光 从一个刁钻角度 刺向皮肤神将 云履 砖武 明罗等三人也立刻发动了攻击 云履身上呼地冒出大片紫色火焰 熊熊燃烧 他手臂一挥 紫色火焰蜂拥飞出 凝聚成一个弥天紫燕手掌 朝着皮肤神将拍了过去 一股灼灼热浪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开 专武袖子一挥 无数红色细丝密密麻麻的浮现出 发出尖锐无比的破空声 朝着皮肤神将 三人飞射而去 每一道红色细丝 都将虚空划出一道漆黑缝隙 明罗黑光闪烁 长出铁钩般的黑色利爪 猛然一挥 十道粗大黑色指芒 伸缩不定地飞射而出 虚空仿佛破步一般 被轻易撕裂 皮肤单手一抬 手中金色源头 站垂光芒大方地脱手而出 滴溜溜旋转下 瞬间暴涨数十倍 挡在了身前 表面金光大放下 竟幻化数以千百计的锤意 轰隆轰 一连串连绵巨响传出 直阵的天地巨颤 机遇崩裂 世无牙等人的攻击 大半被金色战锤所化 密集锤影挡了下来 皮肤神将竟以一己之力 挡下了四人联手一击 化神中期 炼神化虚 大家小心了 世无牙面色一惊 你们守住 云吕低喝一声 单手一抬 一直点出 被金色锤影挡下的 紫色火焰大手骤然一收 接着爆裂开来 化为十余条数十丈长的 紫色火龙 迅疾无比地 绕过金色战锤 朝着皮肤神将扑去 九凤神将娇喝一声 手中青色铁齿光芒大放 一连十余只青色剧情虚影 从里面飞出 拦住了紫色火龙 青色剧情与紫色火龙 顿时在半空中剧烈地冲撞起来 爆发出阵阵巨大轰鸣 紫燕青光交织在一起 仿佛火神降临一般 六人激烈厮杀在了一起 各色光芒狂闪 天地灵气和魔气剧烈翻滚 轰鸣声 呼啸声 瞬间交织在一起 仿佛世界末日 与此同时 他们的手下 也早已在下方厮杀在了一起 双方人数相当 一时间倒也平分秋色 就在双方激烈交战之时 皮肤突然单手一翻转 手中突然多出了 五把碧绿色匕首 再一扬 嗖嗖 几声 树道绿光一闪 在半空中汇聚一起 化为一道散发着绿色幽芒的流光 近乎瞬移一般划破天际 下一刻 直接洞穿了 与霍巴交战的 一名圣洁黑魔族的头颅 那圣洁黑魔族 连惨叫一声都未及发出 便已陨落 趁此机会 霍巴竟二话不说地 脱离了战团 朝着七彩巨弹方向 飞扑而去 他原本便位于战团 最前方的边缘处 此刻突然冲出 自然无人可以阻挡 虽然其之前受了不清的伤 但沿途挡着的那些死灵生物 在其面前仍是不堪一击 纷纷摧枯拉朽般地溃散开来 不好 世无雅等人见状 心中大惊 石目目光一宁 手中如一冰铁棍光芒大放 便要迎敌 就在此刻 那具黑色尸骸 双臂黑光大放 趁着六人激战交手之际 一下撕裂六人的气息封印 化为一道黑影 朝着远处电射而去 那个方向恰好正是石目和霍巴 即将交汇之处 能够从六人联手 射下的封印中拖出 黑色尸骸似乎消耗了不少力量 散发出的气息迅速衰落下来 世无雅 皮肤神将等人脸色一变 想要分身去擒拿黑色尸骸 但是被对方死死缠住 互相牵制下 脱不开身 霍巴看到黑色尸骸 脸上大喜 竟然没有攻击石目 手中金光大放 凝聚成一只金色大手 朝着黑色尸骸抓去 黑色尸骸体表大片黑光蜂拥而出 凝聚成两道粗大黑色光刃 施拉一下 将金色大手撕裂 尸骸气息再次大幅跌落下来 霍巴大喜 一拍腰间 一张金色大网浮现出 瞬间长大数十倍 当头将黑色尸骸笼罩在了里面 皮肤神将二人眼见此景 脸色大喜 反倒不急着脱身 尸骸将是无雅等人紧紧缠住 石目 千万不可让那东西 落入骨蛮之手 那是上古时期 一名合体失败的魔祖尸骸 其中不仅蕴含了 那名魔祖的元神 更掺杂着一丝天地法则之力 石目正心神不定之际 耳中忽然响起了 是无雅的传音声 法则之力 石目虽然不是很明白 是无雅所说 但知道此物落入对方手中 绝非好事 当即顾不得身上伤势并未恢复 身上金蓝光芒大放 飞扑而出 如意冰铁棍化为一道金色棒影 仿佛流星坠地 朝着霍巴轰击而去 霍巴大怒 但对于石目也不敢轻视 翻手寄出那两柄金色短枪 架住了如意冰铁棍这一击 一声巨响 石目身体被震飞了出去 他低喝一声 背后水火双翼浮现出 体内致阴致阳之力 涌入水火双翼中 双翼立刻长大数倍 他的身形立刻变得飘忽不定 仿佛一条灵活无比的鱿鱼 围绕在霍巴深周 采取游动 霍巴怒吼连连 速度方面他并不擅长 手中双腔化为一道道金色腔影 有些徒劳地朝着周围刺去 但是都被石目轻易躲闪掉 势无雅等人眼见此景 脸色一松 幻成皮肤神将等人大急起来 霍巴被石目缠住 金网光芒顿时大减 黑色尸骸奋力挣扎 护得张口喷出一股暗红光芒 打在金网之上 红光一碰到金网 立刻发出痴痴的声音 金网光芒大减 几个呼吸间 便被腐蚀出了一个大洞 So 黑色尸骸从洞中飞射而出 正要朝着远处飞去 就在此刻 一道黑影从旁边横移而出 一下拦住了黑色尸骸 却是石目的那具身外化身 此刻的身外化身周身磨气缭绕 双头四臂 其突然四条手臂入八爪鱼斑 一下将黑色尸骸缠住 体表更是浮现出一条条绿色藤蔓 一层层的缠绕上 接着其两个头颅大嘴一张 一口咬在了尸骸脖耿两侧 下一刻 一股股精纯磨气 顿时被吸纳到了身外化身体内 使其气息立刻飞涨起来 黑色尸骸奋力挣扎 立刻将身外化身震开几分 绿色藤蔓也随之崩断大半 眼看不要正突而去 就在此刻 尸骸头顶虚空一闪 坠仙台凭空出现 大片黑光从里面飞出 将黑色尸骸笼罩在了里面 黑色尸骸的动作立刻缓慢下来 似乎受到极大的限制 身外化身却丝毫不受影响 绿色柳条光芒大放 更快地吞噬对方的魔气 身外化身散发出的气息 飞快长大 或把眼见此景顿时大怒 立刻舍弃了石木 身形化为金色闪电 朝着坠仙台扑去 休想 石木大喝一声 一直点出 坠仙台中一道粗大黑光喷出 一对对死灵生物 从黑光中飞出 拦在了霍巴之前 找死 霍巴大怒 手中战枪一挥 一道金色连衣席卷而出 顿时将百鱼头死灵生物化为积粉 这些死灵生物虽然不强 但胜在数量庞大 倒也为石木勉强争取了一点时间 人影一闪 石木抢在霍巴之前 挡在了坠仙台前 百兽镇皇 石木手中如一冰铁棍金光大放 无数金色兽影浮现出 化为一道巨大洪流 朝着金色大汗扑去 他将体内刚刚恢复的所有真气 尽数注入到了 这一世百兽镇皇之中 这些金色兽影几乎凝成半石质 洪流所过驻处虚空剧烈阵战 第747章 化身入圣 霍巴脸色一凝 长啸一声 手中金色战枪光芒大放 两杆战枪一下合二为一 一条如有实质的巨大金龙浮现出 一头扎进百兽洪流之中 红龙崩 仿佛无数雷霆同时炸响 方圆百丈之内 都被飞射得金光冲斥 金色巨龙最终还是力胜一筹 冲破了金色兽群洪流 狠狠轰击在了石木身上 石木身体如破麻袋般 被远远击飞 口中鲜血狂喷 面色瞬间苍白如指 幸亏真龙所金甲 和八手图腾 为他抵挡了大半的攻击威能 加上九转玄弓木化之力和土化之力 立刻作用起来 护住了身上要害 否则此刻 他早已是身体暴力而亡了 霍巴一击过后 面色也变得有些苍白 挥手召回金色战枪 没有理会石木 毫不迟疑地 转身朝着坠仙台方向扑去 就在此刻 一变突生 燕罗化身的七彩巨蛋呼的光芒大放 一股恐怖无匹的庞然气浪 从巨蛋中传出 同时一道粗大七彩光柱冲天而起 将周遭一切 映衬的五彩斑驳 大片七彩霞光 朝着周围扩散开 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剧烈气流波动 石木 霍巴 坠仙台距离最近 首当其冲 被这股巨大气流瞬间冲飞 原本正在交战的六名神镜 神色一变 纷纷停住了交手 转手望去 这一看之下 皮肤 九缝二人脸色勃然大变 世无雅等人 则是面露喜色 似乎都猜到了什么 七彩光柱底部 先是出现一颗不足胀许的小树苗虚影 接着以肉眼可见 速度飞快长大 并从顶端冒出一只 接着一只的树叉 一共七只 呈现七彩之色 并继续迅速胀大 转眼间化为了一颗 足有百丈高的巨树 接着 七根树叉之上 开出了一朵朵粉色的花朵 无数花瓣飘落下 巨树之下 一个白色宫装人影缓缓出现 曼妙身姿 无双容颜 丝毫也无人间气息 仿佛九天仙子降临凡尘 正是燕罗 他此刻散发出强大无比的气息 赫然已经突破到了神境 宝花圣祖 不远处 是乌鸦等人大喜 时目刚刚稳住身形 见状也是一喜 另一边的霍巴 也是堪堪稳住身形 只看了燕罗一眼 便立刻收回了目光 一咬牙 身体继续朝着不远处的坠仙台扑去 眨眼间便到了坠仙台前方 手中金色战枪 化为一道金影 朝着身外化身刺去 燕罗眼见此景 脸色一冷 玉手一挥 坠仙台下方光芒一闪 一座巨大粉色花朵 浮现出 粉红光芒一闪 坠仙台连同下面的化身 尸还瞬间消失 金发大汗的战枪刺了个空 神情一正 光芒一闪 坠仙台出现在燕罗身后 燕罗转头 看向另一边重伤倒地的石木 玉手再次一挥 一朵粉色花朵 出现在石木身下 将其带到了身旁 燕罗欲止一点 一道金银七彩光芒 飞入石木体内 化为一股红大暖流 迅疾无比地在他体内游走了一遍 融入了他的体内 石木心中一阵惊喜 伤势竟然瞬间好了大半 转头看向一旁的身外化身 身外化身 吞噬了尸还不少魔气 散发出的气息 已经达到了天位后期 不过黑色尸还此刻骨骼中 透出一股淡淡血盲 将身外化身的绿色柳条 隔在了外面 身外化身 逐渐无法吸到对方的魔气 咦 红泪魔祖的尸还 也好 燕罗目光落在尸还上 眉梢一条 喃喃自语道 他再次一指点出 一道粉色光芒 从他指尖飞射而出 没入了黑色尸还眉心 一声隐约的七粒惨叫传出 不过下一刻泯灭无踪 砰的一声 尸还脑袋碎裂开来 化为了无数碎片 尸还散发出的红光消散开来 石木的身外化身欢呼一声 全身黑光大放 无数绿色柳条从他体内飞出 将黑色尸还缠住 并且缓缓将其拉入自己体内 身外化身散发出气息飞快上涨 转眼间便达到了天位巅峰 不过气息的长大并未停止 轰隆 一股红大气息从身外化身中爆发而出 竟赫然达到了圣阶层次 黑光之中 隐约可见在化身体内 一颗血红色心脏模样的圣胚 若隐若现 看起来极为诡异 达到圣阶之后 身外化身的实力增长也还是没有停止 达到了圣阶初期巅峰 七体表黑光翻滚 才缓缓停了下来 见此情形 除了燕罗外 其余的几名神镜存在 巨石面露黯然之色 眼神各异 时目亲眼目睹这一幕 心中震惊自是无以复加 不过眼中喜色只是一闪即逝 马上被一抹担忧所取代 这句七窍阴灵果核所凝练的身外化身 如今实力竟超越了自己 他有些担心自己会否驾驭不了 说起来很长 不过从燕罗出现 到身外化身实力暴涨 中间也不过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燕罗转头看向皮肤 九凤两人 眼中冷意一闪 二人脸色一变 同时拔身飞起 化为两道光芒 朝着远处电射逃走 哪里跑 是无牙大喝一声 正要与明罗等人追上去 让我来 你们将这里清理一下 燕罗冷哼一声 声音没有一丝感情色彩 是 是无牙等人一正 旋即齐声应道 而后转身朝政与死灵大军交战的 其余古蛮族冲去 燕罗身后的七彩巨树光芒一闪 七个人头大小光点浮现出 彼此之间被七彩光线相连 凝聚成一个七彩法阵 看起来很像传颂法阵 法阵光芒一闪 燕罗整个人连同七彩巨树瞬间消失 下一刻凭空出现在二人前方 石目和身外化身 也在七彩法阵的笼罩范围 也跟着出现在皮肤二人身前 石目心中一领 看向燕罗的身影微微握拳 脸上神情变幻 燕罗此刻的实力 已经到了他无法理解的地步 皮肤 九分二人也是脸色巨变 大挪一说 皮肤脸色难看无比 沉声说道 二人没有再试图逃跑 似乎知道那是无用之举 你们二人既然胆胆来到黑魔星域 就把命留下吧 燕罗淡淡说了一句 大言不惭 你虽然恢复到了神境 不过也不过是个神境初期而已 境界尚且不稳 别以为掌握了几个秘书 就能弥补我们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 皮肤神将眼神一闪 冷哼说道 九凤听闻此话 脸上惊惧之情也稍稍脸去 没错 宝花以前确实是威名赫赫 是他们仰望都不及的存在 不过他实力不过刚刚恢复到神境 虽是神境初期巅峰 毕竟不急不急皮肤神将 有什么可怕的 而且若是能杀了他 在帝君大人面前 可是大功一剑 死 一念及此 他心中瞬间火热 急不可耐地飞射而出 手中青色铁齿光芒大放 一圈圈玄傲符纹缭绕而起 在半空中 化成一头数十丈大小的青色剧情 滚滚氢气从其身上散发而出 形成一个青色雾海 朝着燕罗席卷而来 青色雾海所过之处 虚空寸寸碎裂 似乎被青气腐蚀了一般 显然 这是一门极为厉害的神通 不对 等等 皮肤神将脸色一变 试图喝止九凤神将 不过已经迟了 燕罗玉手一挥 身后的七彩巨树 光芒无数符文浮下而出 形成一个数百丈大小的七彩空间 七彩空间之中 到处飘荡着粉色花瓣 仿佛花枝世界一般 九凤神将 连同那个青色剧情 瞬间被七彩空间笼罩在了里面 领域 皮肤神将如见蛇蝎 脸色大变 身体倒射而出 九凤神将脸色惨变 下一刻大喝一声 身上青光大盛 想要朝着外面飞去 但是全身 被一股宏大无比的力量笼罩 仿佛身上压了一座巨大山峰 连迈出一步也困难 更别说腾飞了 燕罗丹手轻轻掐绝 一直点出 七彩空间之中 无数花瓣朝着九凤神将飞射而去 九凤神将脸色大变 两手掐绝 那个青色剧情立刻飞射而出 挡在了他身前 粉色花瓣飞射而至 划过了青色剧情的身体 扑扑扑 青色剧情的身体 仿佛纸糊的一般 被花瓣轻易洞穿 轰然爆裂开来 青色剧情爆裂之后 顿时现出后面的九凤神将的身影 他此刻满脸惊恐之色 身体有些诡异地呆呆不动 若是细看之下 已发现其脸上 手上也出现了无数细小的伤口 下一刻 九凤神将的身体 也和青色剧情虚影一般 碎裂开来 化为一片碎肉血雨 皮肤神将眼见此景 脸色再次大变 终于彻底意识到了 自己与燕罗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 果然不是境界所能完全掩盖的 不过随即 他大吼一声 身体化为一道金色雷电 朝着远处飞逃而去 燕罗带眉微皱 玉手再次一挥 施展出大挪一束 鬼魅般出现在 皮肤神将前方 他口中念念有词 再次施展出七彩领域 笼罩住了皮肤神将 无数粉色花瓣飞射而至 卷向皮肤神将 皮肤神将脸色苍白 不过他口中发出一声大吼 全身金光大放 凝聚成一个金色争名巨脸 金色巨脸 杨天发出一声长笑 然后大口一张 喷出一大片金色雷火 隐约也形成了一个雷火领域 不过只是一个雏形 无数花瓣打在雷火领域上 雷火领域剧烈阵战 不过还是挡住了花瓣的攻击 第七百四十八章 机缘 皮肤神将见此情形 脸上一松 两只手掌各自喷出一道金光 支撑着雷火领域 同时他身旁金光一闪 那个金色巨垂浮现出 他口中念念有词 金色巨垂光芒一闪 化为一头十余丈大小的金色雄狮 通体毛发金光闪烁 仿佛黄金铸造的一般 金色雄狮大口一张 喷出一圈圈金色波纹 影响了飞射而来的花瓣 然而这些金色波纹 一飞入七彩领域 立刻被一股无形力量驱散 不过在其彻底消散之前 还是将一些花瓣击飞 双方一时之间 竟然陷入了僵持对峙的状态 不远处 拾目望着燕罗与皮肤 心中念头转动 不知在想些什么 就在此刻 燕罗脸上燕红之色一闪而逝 胶躯晃动了一下 身后的七彩巨树虚影颤抖起来 光芒飞快减弱 七彩领域也飞快缩小 哈哈 原来如此 你虽然能以神境初期的修为 便施展出领域 但是你的真气 根本无法支撑太久 皮肤神将一正 随即狂喜地叫道 他眼中凶光一闪 深周的雷火领域光芒大放 瞬间凝聚 化为一柄十余丈长的雷火之毛 散发出恐怖之极的气息 既然你偏要送死 那就别怪我了 皮肤神将大吼一声 猛然挥手 雷火之毛 犹如一道奔雷般急射而出 朝着燕罗胸口刺来 与此同时 燕罗身后的七彩巨树 颤抖呼地停止 七彩领域也突然稳固 其身体瞬间稳住 眉眸中寒光一闪 玉手一挥 身后的七彩巨树树叉 呼地垂落下来 缠住了雷火之毛 同时七彩巨树树干呼地裂开 一道刺目七彩光芒 飞射而出 迅疾无比 一闪之下 洞穿了皮肤神将的身体 皮肤神将胸口裂开一个大洞 但却诡异地丝毫鲜血 也不见涌出 其眼中满是不甘 不过其眼中的神采 还是迅速知己地暗淡下去 啊 他口中呼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大吼 身体猛地一掌 然后爆裂开来 从中飞出一个约莫六寸大小的 淡金色小人 七彩光芒一个翻卷 飞速朝着小人照下 淡金色小人脸上满是惊怒交加之色 眼中凝色一闪 整个人化为一道晶莹金色光芒 在七彩光芒落下的瞬间 一闪地融入了雷火之毛中 雷火之毛光芒大放 一道道粗大电芒浮下而出 一下挣脱了七彩树叉的缠绕 朝着燕罗飞射而去 眼看便要刺入其身体 圣族 远处 士无雅等人 已然将圣余的古蛮族圣阶和天位素青 此刻见燕罗处境危险 纷纷露出骇然之色 但即便以他们的修为 此刻想要再冲上去 已是不急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燕罗身前人影一闪 出现两个人影 正是石木和他的身外化身 身外化身黑光大放 无数黑色符纹从其体内飞射而出 凝聚成一个数尺大小的空间 带着一丝领域的气息 雷火之毛打在黑色空间之上 顺了一丝 石木全身各色光芒大放 然后尽数汇聚到手中的如意冰铁棍上 猛然挥下 狠狠轰击在了雷火之毛的顶端 他身躯一阵 仿佛纸鸳一般被震飞了出去 口中鲜血喷涌而出 其中甚至夹杂着一些内脏碎片 雷火之毛轻轻震站了一下 略微偏转了一点角度 从燕罗的左臂上洞穿过 燕罗左臂立刻断裂 鲜血蜂拥而出 断肢被一股雷火缠绕 瞬间化为了灰烬 燕罗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神情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宝花姐姐 一个人影飞逝而来 扶住了燕罗的身体 正是明罗 宝花大人 世无雅等人也飞了过来 明罗身形一晃 挡在了燕罗之前 有些戒备地看向世无雅等人 无妨 我没事 燕罗摇了摇头 玉手一招 七彩巨树飞快缩小 化为了七宝妙树 融入了她的身体 燕罗的气息顿时一吻 她右手上七彩光芒闪烁 在断裂的左肩上拂过 七彩光芒之中 肉芽如动 一条崭新的手臂 缓缓延伸而出 眼见此景 世无雅等人 纷纷面色一松 接着露出振奋之色 古蛮族残余的那些圣洁此刻 已经被他们屠入一空 原本那些递折和赤别手下的黑魔族 如今也纷纷投降 此刻魔脚岛附近 再无一个天庭之人 直至此刻 黑魔星域再一次回归到了 黑魔族自身的掌控之中 恭喜宝花大人 重归黑魔星域 世无雅俯身朝着燕罗拜倒下去 云旅 明罗 专武 还有其他黑魔族之人 尽数拜倒在地 都起来吧 燕罗淡淡说道 世无雅等人站了起来 目光激动地看着燕罗 似乎在等待着他说什么 古蛮族头领 虽然已经扶诛 但是在黑魔星域的其他星球 仍然有很多古蛮族的部队存在 而且天庭只要存在一日 便不会放弃 侵占我们黑魔星域 大家都不得大意 燕罗语气平淡地说道 是 世无雅等人点头说道 云旅 专武 你们二人带人扫清 残留在黑魔星域残余的古蛮族之人 将他们赶尽杀绝 世无雅 召回迷阳星域的所有我族之人 不得再对迷阳星域进行骚扰 燕罗吩咐道 是 世无雅三人凛然受命 转身飞射而出 世无雅三人 目光朝着一旁的石木 和他的身外化身望去 眼中一色一闪 不过想到石木和燕罗的关系 那一丝贪念立刻消散 三人化为三道顿光 朝着远处飞射而去 燕罗目送三人离开 身形一晃 出现在石木身旁 明罗看着二人 嘴角露出一丝鬼笑 没有飞过去 石木此刻盘膝坐在一旁 面色苍白至极 身上清光闪烁 显然在运功疗伤 但气息却有些若有若无 刚刚虽然只是余阵 但是神经大能的领域攻击 还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虽然有真龙所精甲 为他挡掉了大半冲击 他受伤仍是极重 燕罗两手挥舞 一道道七彩光芒 没入石木体内 石木波动的气息 顿时稳定下来 脸色飞快恢复 片刻之后长呼一口气 睁开眼睛 站了起来 朝着燕罗看了过来 这次我能够顺利进阶神境 你功不可没 方才又救了我一次 多谢了 燕罗开口说道 没什么 毕竟你我要面对同一个敌人 再说了 你毕竟还是我的灵宠嘛 石木摆了摆手说道 只是最后一句 却是通过神念联系 燕罗闻言 先是一正 接着燕然一笑 倒是没有否认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石木问道 黑魔族这些年 被天庭压迫 需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死灵大军 此次死伤惨重 也需要重振 燕罗说道 我明白了 这里的事情 既然已经告一段落 我也要返回明阳心域了 石木点头说道 回去后 你务必当心 天庭有很大可能 你派人潜入那里 有天机棍峭 你的实力 亦可勉强抗衡圣皆存在 但面对神境 仍势不敌 此外 你的这句身外话 继承了红类魔族的残破领域 也是你的一场机缘 燕罗说道 这个红类魔族 究竟是何人 石木闻言 心中一喜 继而又问道 红类魔族乃是上古时期 纵横黑魔心域的一位魔族 实力强横 不在当年的我之下 只是后来突破境界失败 陨落在了这个暴风魔角之中 七半灵半魔的尸骸 便深藏此处的寂灭暴风深处 我当年也曾经试图取得它的尸骸 可惜没有成功 想不到 皮肤它们竟然成功了 燕罗解释道 石木鸥的一声 挥手一招 身外化身立刻飞了过来 身上散发出阵阵晶莹黑光 隐隐有漆黑符文在里面闪烁 对了 你刚刚说的领域是什么 刚刚那个皮肤神将一看到 你的领域 立刻转身变逃 他问道 领域本是神境后期 乃至巅峰存在 才有可能参透并施展的大神通 领域之内一切法则 皆有自己掌控 你的分身吸纳了 红类魔族的尸骸 也继承了一丝领域之力 假以时日 或许也能参悟成功 你以后也可以自己参悟一下 以你的资质 或许能参悟出领域的一点奥秘 对于你的境界大有好处 燕罗说道 真的 石木闻言 心中又惊又喜 照燕罗的说法 自己这句化身未来 或能借助红类魔族遗留的传承化身了 对了 如果化身实力远超于我 是否会让我失去掌控 石木又问道 只要别让其离开你太久 从而诞生自我一时 便不用担心 燕罗说道 既如此 我便就此告辞了 石木深深看了燕罗一眼 挥手寄出淋雨飞车 我送你一程吧 燕罗手中七彩光芒一闪 七宝妙树浮现出 凌空一划 虚空顿时被划出一道巨大裂缝 燕罗玉手一挥 石木深周浮现出一个七彩法阵 正是大挪一束 笼罩着石木一闪 飞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石木一正 没有抵挡 身体一闪 没入空间裂缝之中 他眼前一黑 顿时进入了虚空乱流之中 巨大空间撕扯之力 用四面八方席卷制 不过都被他深周的七彩法阵所挡住 使其安然无恙 第七百四十九章 慢着 石木在空间乱流之中 不知飘荡了多久 起初有些紧绷的神经 也渐渐松懈了下来 一想到自己 随着燕罗 吐入黑魔心域 与如此多的神经大能周旋 此刻回想起来 仍觉得犹如做梦一般 有些不真实 不管怎么说 自己这次也是收获不小 扑魔令牌中 光是圣阶和天位的黑魔族 就已积攒了不少 更别说 还有地折和吃别 这两个神经大能了 说起来 这两个家伙 也真是够倒霉的了 若非二人化神仓物之道 被燕罗强行抽取 导致修为境界大幅跌落 自己又恰好有天机棍翘 这么见当年昆仑第一练气师公书子 偶心力学所炼制的灵宝 自己是怎么样 也不可能捡了这个便宜的 不过 自己可得好好想个合适的理由 否则怕是连青蓝圣祖知道了 也要惊得连下巴都掉了 当然 此行最大的收获 是自己的这具身外化身 竟机缘巧合之下 竟将一具生前实力不下于 昔日昆仑之主的神经师还吸收了 如今修为比自己都高出那么一劫 看来自己此番回去后 也得好好准备冲击圣街了 否则以后连自己的化身 修为都不如 可就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 就在拾目胡思乱想之际 眼前七彩光芒乎的大圣 充斥了他的视野 等他视野恢复 眼前景物渐渐清晰之时 他默然发现 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片茫茫星空 他目中金光流转 四下一扫 确认自己此刻应该已返回迷阳星域 并出现在黑魔族据点辅导城高空处 因为就在其右手边不远处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 黑光闪烁 魔气翻滚 正是空间通道所在 只是如今 原本分布四周巡逻的那些黑魔族守卫 如今却是不见了踪影 连原本包裹此处的球形光幕 也不见了踪迹 放出神石一扫 他发现 如今整座辅导城 已经人去楼空 彻底成为了一个空城 石目略一思量 便明白过来 士无牙和云旅的两只 部落本就是为了躲避古蛮族入侵战乱 被逼无奈下 才通过空间通道来到迷阳星域 如今事情已经解决 他们自然也无需再逗留这里了 只是不知道 三大圣地之人 得知困扰他们多年的黑魔族突然退兵 且还退得如此彻底 会有什么想法 他深深朝着空间通道那里望了一眼 而后转身 换出龙羽飞车 朝着远离福岛城的方向飞去 三日后 浮世星海之中 三大圣地在此驻守之人惊讶地发现 黑魔族此次并非是施展什么阴谋诡计 而是真的已经退出了迷阳星域 不仅连整片星域中 被占领的那些星球中一个黑魔族身影也见不到 就连他们的驻地据点 福岛城也是如此 这一幕 倒是让很多接了图魔令任务 兴致勃勃地赶来前线 想要通过猎杀黑魔族 积攒功勋之人大失所望 不过三大圣地高层 在大惑不解的同时 自是狂喜不已 浮空城堡垒的一个大殿之中 三大圣地十余名圣接 存在聚集在此处 三大圣地圣接长老各自站在一起 彼此之间敌意隐隐 气氛紧张 一时没有人开口 诸位 对于此次黑魔族突然退兵 大家怎么看 清兰圣地 一位圣接后期的轻袍老者 干咳一声 开口说道 清虚道有见是一贯高人一等 不如先发表一下高论吧 一个逐云剑派的黑面大汉 冷声说道 清虚老者听到对方明显带刺的言语 脸色一沉 犹如挂了一层寒霜 诸位 我等今日 是一起商讨黑魔族之事 各位还是不要牵扯其他 黑魔族一事 牵扯至今这么多年 期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 必须要慎重对待 一名离晨宗的早红面孔中年人男子 沉生说道 此人修为赫然达到了圣接巅峰 乃是在场之人中 实力最强的 其一开口 逐云剑派的黑面大汉 冷哼一声 神情收敛了些许 葛道友所言不差 黑魔族突然撤兵 仍无法排除 他们暗藏其他阴谋 我等既然被宗门派遣到了此处 需要为前线任何事情负责 大家还是摒弃一些私愿 好好商讨 一下对策吧 一个逐云剑派的白袍少妇 开口说道 云道友有何高见 黎晨宗的早红面孔 中年人看了过来 白袍少妇威义沉吟 开口道 无论如何 他们既已离开浮石星海 我们当务之急 是立刻站下辅岛城 并将空间通道彻底封印 此外 我建议继续派军驻扎于此 时刻监视这里的动静 此言一出 其他人顿时纷纷点头 大多表示赞同 云道友此言有理 不过驻守此处的人 是继续按照现在的模式 我们三大圣地组成联军 还是 早红中年人男子说道 在场众人互忘了几眼 一时无人说话 可 依我看 还是我们三大圣地 轮番派人为好 清兰圣地那个清虚老者 咳嗽一声 提议道 也好 只要此次空间通道 能够顺利封锁 届时只需有人看守此处 便可 倒也不必三大圣地之人 聚集于此 早红面中年人点了点头 说道 三大圣地彼此交恶 这些三大圣地的高层们 自然心照不宣 联盟这些日子 迫于黑魔族压力 才联手对敌 此刻黑魔族既已退兵 只要确认情况属实 他们自然不愿在 每天和厌恶之人相对 既然如此 那这第一轮直述 便由我们竹云剑派来吧 十年之后 再由你们其中之一 前来轮换 白袍少傅开口说道 那便如此吧 清虚老者 与早红面中年 一起说道 数日之后 清兰圣地万法隔前的广场之上 宽阔的广场上 有一方十丈宽窄的青石高台 高台后方 竖着一面巨大的白色玉壁 上面金光闪耀 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一行行金色小字 玉壁最顶端 写着三个金色的古传大字 图模榜 赵锦的名字 赫然排在大字之下的第一行 其后写着 诸杀黑魔族圣接四名 天卫197名 共计奖励玄灵点 156300点 排在其后的第二名 玄灵点奖励 只有43600点 与其差距实在巨大 此刻 在青石高台的下方空地上 密密麻麻地站着千余人 全都翘手摇望着高台 只见高台之上 摆着三把紫檀雕龙椅 其上份坐着三名气息如海的 圣洁强者 当中一人 背负长剑 身着阑珊 方面无须 看起来颇有威严 却正是那名 执掌青蓝戒律堂的乐护法 在其左侧的是一名容貌极美 气质端庄的少女 其一身淡青色宫装 看起来就如同出水清河一般 轻力无比 正符合她荷花仙子的美名 而在乐护法右侧 则坐着一名身穿金袍 上秀金龙的华服老者 其面容轻渠 须发皆白 却正是先前在服侍星海 主持青蓝弟子抗磨事务的长老 关山海 三人平静坐于紫檀以上 彼此之间没有交谈 只是目光如水地看着前方 一名身穿万年弟子服侍的中年男子 冲三人失了一礼 而后走到台前 朗生说道 如今黑魔一族彻底败退 图磨令任务也即将终止统计 今日便是最后一天 可还有参与任务的弟子 尚未上交令牌者 台下一阵嘈杂 稀疏的议论之声四处响起 却无一人上台 看来 这第一名非赵检莫属了 石台下方 一名额声尖角的妖族男子 对着身旁另一名脸上 长满白毛的青年说道 白毛青年也正仰着头望向白色玉壁 点了点头说道 此次任务的优胜者 不仅可以额外获得三十万玄灵点奖励 还能轻面圣主 得其亲自指点的机会 那可是咱迷扬星域三大神境之一啊 真是羡煞旁人 这就是圣主青传弟子 这亲自指点的机会给了他 简直就是暴殖天物 还不如顺位给第二名算了 那名妖族男子说道 其身旁那人掩了眼嘴 小声对其说道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 去年我随徒长老外出执行任务时 曾听他说起过 历生圣主这么多年来 似乎一直忙于闭关修炼 现有外出之时 对赵检的教导 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赵检这些年 不过是空顶着圣主青传弟子的名号罢了 两人话音刚落 就听台上传来那名万年弟子的声音 午时将至 看来诸位同门的图摩令台 均已上交了 那么我宣布 此次摩令任务的第一名 便是赵检失职了 台下众人闻言 自然一片艳羡 各种赞叹之声四下响起 当然 其中也不免夹杂一些酸溜溜的极度之语 赵检面色淡然 丝毫没有树荣加深的喜悦 缓步从高台左侧的石阶走了上去 然而 其刚踏上石台 就听高台右侧传来一个声音 慢着 我的图摩令还没上交 声音不大 语气也十分平和 但却清晰无比地传入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让现场顿时为之一镜 赵检面色一寒 身形停了下来 朝对面望去 却见石目身上光芒闪动 从半空中飘然落下 第750章 举座接近 石目刚一出现 台下立即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纷纷将目光向他望去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谁 台下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 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相比赵检 石目这些年来 形势颇为低调 以至于不少青蓝弟子 并不知道他的存在 这人我记得 好像叫什么 石目 一名妖族青年 有些不确定的达到 莫非是当年闯过幻魔道 提前成为千年弟子的石目 有人问道 就是他 似乎有点能耐 那又如何 赵检后来不也一样 提前成为了千年弟子 这石目这个时候来 莫非他有自信 能在涂魔仪式上 超越赵检不成 这怎么可能 呵呵 总之有好戏看了 台下众人虚声一片 大多数人望向石目 都是一副吃笑神情 石目却是魂不在意 大步走到了石台中央 那名万年弟子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见坐在后面 紫檀椅上的观山海 啪得一拍扶手 豁然站起身来 执法弟子何在 还不快将这不服安排 临阵窃站的 忤逆弟子赶下去 观山海面色严峻 口中怒喝道 众人皆是一愣 显然都没反应过来 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官长老 弟子何曾临阵窃站了 当时可是你安排 我单独作战的 台下不少参加 涂魔任务的师兄弟 都可以作证 石目洒然一笑道 哼 单独作战 你问问台下这些 参战弟子 可曾有人 在前线战场上 见过你的身影 我看你是早早就逃离了战场 压根没有参战 观山海冷哼一声说道 哦 原来官长老是 这么判断 弟子有没有参战的 这么说来 我的确没有在你 所谓的前线作战 不过现在 距离五十还有些时间 弟子的涂魔令 应该还能提交吧 石目微微一笑 不紧不慢地问道 不必查了 你难道还妄图超越 赵简失职不成 我们可没有必要 为了你这种人浪费时间 观山海一摆手说道 此言一出 倒是让不少在场弟子 有些哗然 显然都看出了 观山海言语中 有些偏颇 一直冷眼旁观的 岳护法 见此情形 突然站起身来 开口说道 观长老 既然石目 也参与了图魔令任务 如今时间未到 理应让其交付令牌 无论如何先看看再说 荷花仙子也站起身来 一双美目 在石目身上打亮一番 轻声说道 观师兄 师妹也想看看 这位弟子 是不是再成口舌之快 观山海见状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得点头答应 先前那名万年弟子 见此 走上前来 从石目手中 接过他的图魔令 来到白色玉壁前 其单手 并只在图魔令上一点 一道黑色光芒 立即从令牌之上飞出 射入了白色玉壁之中 玉壁上光芒一阵模糊 接着在赵简那行小子上方 顿时又有一行 金色小字浮现 石目 诛杀黑魔族神境两名 圣接七名 天卫213名 共计奖励玄灵点 389400点 神境 这一串小字刚一浮现 广场上先是一阵诡异的安静 随即如同沸腾了一般 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嘈杂之声 各种惊讶 赞叹 质疑 甚至谩骂之声 充斥了整个广场 赵简眉头一皱 面色阴沉地望向石目 眼中浮现出浓烈的杀意 石目目光坦然地与之对视在一起 脸上全无丝毫畏惧之色 反倒带着几分细血之色 宿静 观山海脸色也有些难看 口中一声爆喝 一股强烈的灵压 顿时席卷整个广场 石台下的一众弟子顿时安静下来 接着他目光转向石目 不怒反笑道 石目 你把我们几个当傻子一样戏耍吗 石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岳护法也是面色 肃然地望向石目 问道 岳护法 这还有什么可问的 一定是这小子 对图摩令动了什么手脚 这成绩做不得数 观山海愤然道 敢问观长老 若以弟子这点实力 都能篡改圣地长老特制的图摩令 那此次任务中 应该不止一人 可以随意决定自己的积分了吧 石目故意看了赵简一眼 似有所指地问道 观山海蜒烟一致 面色又变得难看了几分 岳护法招了招手 从那名万年弟子手中接过令牌 闭目探查了片刻 双目豁然睁开 他看了石目一眼 问道 令牌没有任何问题 其中的静置 一旦强行触动 必会自毁 石目 你如实告诉我们 你是如何诛杀了 两名黑魔族神境强者的 启禀长老 弟子孤身一人 本事前去福尸星海边缘巡查敌情 结果不慎被一道漩涡 卷入福尸星海深处 而后又遇到这两名黑魔族的神境强者 在相互厮杀拼斗 斗了 足有三天三夜 只打得两败俱伤 奄奄一息 这才被我鱼翁取利 石目拱手说道 不可能 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观山海勃然大怒道 石目面色不变 淡然答道 此番禁欲虽然颇为奇特 但确实就是这样 否则试问我一个天位弟子 又怎么可能杀得了神境大能 之前岳护法也说了 弟子的涂魔令没有问题 其中记录是不会骗人的 岳护法眉头紧促地看着石目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开口问道 黑魔族突然撤出迷洋星域 是否与此事有关 这个 弟子就不太清楚了 弟子也是刚刚得以返回圣地 石目一正 答道 此事事关重大 我认为有必要向圣主禀报 岳护法沉吟了片刻说道 观山海眉头一簇 开口说道 前面那些说辞 显然就是此子随口胡编的 岂可当真 若因此是惊动圣主 岂不荒唐 不管石目口中所述是否为实 我想圣主都自有明断 我们若隐瞒不报 圣主怪罪下来 谁能承担 岳护法说道 观山海嘴巴一张 还想争辩 就见广场上空突然波动一起 接着一阵白色光芒亮起 一道模糊的人影 从中浮现出 岳护法等人见状 立即俯身失礼 口中叫道 参见圣主 其话音刚落 广场上数千名弟子 也都齐刷刷参拜了下来 白光之中 那道虚影开口说道 石目的涂抹令没有问题 说吧 其也不理会广场上众人适合反应 袖袍一卷 便将石目拢了进去 下一刻 两人的身影 便全都从广场上消失不见 广场上的青蓝弟子 一时反应不过来 全都愣在了原地 不少人望向台上的三明圣街 但更多的 则是望向孤身而立的赵检 赵检抬头望向青蓝圣主虚影 消失的那处天空 眼中狠立之色一闪而逝 随即冷声一声 转身朝远处离去 石目被素生真人袖袍卷起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身形重新站定 却发现自己 已经来到一片碧绿幽深的水潭边 水潭靠近山壁的一侧 正有一道百丈飞铺 从山顶之上垂直观下 砸入碧潭之中 山壁上凸起的岩石与水流相击 激起银珠万湖洒下金芒一片 碧潭之上腾起了大片水雾 在阳光的映照下 浮现出一道宽于石杖的弧形彩虹 看起来就如同一道彩色弯桥 横架在山壁之间 在瀑布下方的深潭边 有一块巨大青石 石旁长着一颗半弯的高大古松 正好将一片树荫投在了青石上 石目站在青石上 朝古松树看去 就见古松树荫下 正盘西坐着一位白眉老者 双眉垂腰 目光平静望着他 如同石目身旁的这一红幽深碧潭 深邃无比 完全看不出丝毫情感波动 在看清老者面容之时 石目不由斥了一惊 其赫然竟是梦中那位给白眉传宫 教导其功法修行的老者 不过 在仔细去感受时 石目又感觉 其与梦中老者似乎略有些区别 但具体哪里有区别却 他却又说不上来 石目走上前去 冲白眉老者恭敬师里 开口道 弟子石目参见素生圣主 素生真人没有说话 看向石目的眼神 却多了一丝变化 可就是这一丝变化 让石目顿时感到心中一紧 仿佛被青蓝圣主一看之下 自己身上所有秘密 就都已被其洞袭了一般 片刻之后 素生真人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你玄公无转也知大成 对修炼事宜 可有何困惑不解除 石目略为一正 他本以为素生真人一开口 必定会先询问两名黑魔族神境之事 正想着如何斟酌此句 却没想到 其竟然完全没有提及此事的意思 禀圣主 弟子生无天寿血脉 只得修炼小九转玄公 也不知日后是否能够修至九转大成 石目顿了一顿 开口问道 九转大成时 同修此功者 千载修行万载积累一朝散尽 为大成者做嫁衣 故此人若无天寿血脉 绝无可能承受 九转大成时汇聚的磅礴力量 素生真人答道 敢问圣主 弟子如何才能获得天寿血脉 石目心中一灵 又问道 天寿城之上谷 除一些直系家族 通过血脉秘术传承外 庞系早已遇见西伯 想要后天觉醒 殊为不义 素生真人答道 如此说来 那便是有法可寻 并非全然不行了 石目听罢 双目一亮 连忙问道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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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